我认为公众利益的重子 重子里面是三个人 三个人组成了重子 在新法案中 为了让过程真正符合公众利益 部长恰恰面对着三方面的监督 一是公众的监督 收到更正指示的个人或机构 可以去法庭申诉 挑战部长的决定 二是法庭的监督 法庭是假信息最终的裁定方 三是国会的监督 议员可以质疑部长的决定 部长如果要求信息被撤下 这一指示也会被刊登 所以新法案在这三个方面的监督 确保部长不会滥用职权 确保我们的程序 真正能符合公众利益 孙雪林的政务部长提出了很有趣味的一个众志 不过众志有三个人是没错 不过总有一个人是在上面的 对吗 这个法案虽然在理论上是可以去法庭 说部长所发出的这个解读 对这个有关文字的解读有问题 所发出的这个要求 比如说取下有关的这个言论 或者要加入一些什么言论是不正确的 不过在这之前 部长已经是先下了定论 先做了决定 更何况由他所讲的公众利益 可以讲任何理由 不过在这个法案里面并没有正确这个规定 所以部长决定什么是公众利益 部长决定什么是假兴趣 部长决定要怎么做 什么行动 所以等于呢 部长是一把手 我不希望看到新加坡的部长是一把手 而一把手的问题呢 就是说有时候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然后等到你上法庭呢 那个程序呢 虽然说简化 但是也不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由部长向法庭投诉 由法官在评估之后做出判断 这个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 也能够真的做到重 现在的重的三个人里面呢 首先在上面那个人 那个部长就做了决定 那另外两个人呢 就让他坐在下面了 所以重与否呢 也就是这样的解读 你倒是他在干吧 天下 那是他在干吧 了